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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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福建的比赛呢 现在也正在为各位转播过程当中 目前那两支球队是25比24了 当然这个比分会稍有延迟 那今天的12点30分 我们将继续为各位带来的是上海对阵广东 而在今天晚间还有两场比赛 是分别在7点半的浙江球洲 面对浙江广沙的浙江投比 以及是在最晚场山西对阵北京首钢的比赛 好了回到这场比赛呢 我们都知道在最近几场比赛 广东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感觉 防守甚至可以不用提了 因为他们在进攻端实实在在的是大杀四方 而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到上海 其实最近他们打出来的成绩是有点差的 但是比赛内容其实是丰富的 包括之前面对浙江 险些可以拿到胜利 只不过最后被兰兹波哥给绝杀了 所以这两个是目前的状态 来听听勇哥的意思吧 我觉得就像兵杰所提到的 现在其实广东队和上几个赛季有所不一样的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阿联不能够打 那阿联因为受伤不能够打之后 对于整个球队可能说以前 其实进攻要比防守更强一些 但是不会强太多 因为有阿联在内线的话 防守的这种能力和篮板球的这个能力都在 但是现在没有阿联之后 他内线的防守会比较的空虚一些 那就算你外线给到对方再大的有这个持球的压力之后 对方突到那线你还是很难去轮转到去补味道 那所以说现在广东队的比赛感觉 晋级场的比赛就是在和另外一支队伍比进攻 我防守可能说我会尽力去防 但是我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我的进攻端 我来和你比进攻 因为从整个球员的个人能力 得分能力来说 广东队五上五下 这两个阵容的得分能力都有持续性 都很稳定 对而上海队的话 就像也像兵杰所提到 就是说近段时间打出的比赛 呈现给我们看到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对 但是结果 总是让人失望的 总是不太理想 对 就现在跟太多的一些上海队的球迷 包括我们本身我们基于上海 跟很多上海的一些球迷 或者说一些媒体人聊的 大家说到的几个点很有意思 就是说近段上海队的比赛 如果前三节他没有赢球 这场比赛不用看了一定输 前三节比赛如果赢球了 这个比赛还有可能输 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话 但也迫于无奈 大家会讲出了这样的一些玩笑话 就是在这两个赛期 第四节崩盘 甚至是领先之后的崩盘 对于上海来说实在是太常见了 而在赛季初 我们当时所有人 当然了 我们说我们可以预见到的 阿联缺阵 对于护匡的能力 对于篮板的能力 所有的职业的球队 他们当然都能预见到 所以在开赛季阶段 我们说还是以上赛季的一种 心态和上赛季的一种储备 来面对每一场比赛的广东 确实碰到了一些困难 但就像刚才永恒说到的 那既然这样呢 就扬长臂短 如果打转换 或者说死守没有太多的办法的话 把进攻把回合数尽可能的加多 那最近我们看到了 四场比赛广东合计砍下了548分 场均137分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进攻 场均137分有多少球队 他们一场比赛打出 这个赛季拨风的最高指 还可能都没有拿到单场137分 但是广东可以做到 最近场均137分 所以马上也当选了上一周的周最佳 这是实至名归的一个事情 因为上 成绩上比赛有两场比赛 都是马上一个人在打 所以他的上场时间 更多一些 那相比他和威姆斯来说 威姆斯的防守能力 要比他更强一些 但是德芬的爆炸力 没有马上来的那么的爆炸 所以说前两场比赛 马上打得非常的舒服 不知道这场比赛 威姆斯会不会付出 因为前两场比赛 威姆斯都是参加了准备活动 但是也坐在了比赛替补席上 但没有打 所以这个也要看比赛的进程了 当然比赛进程已经进到这个阶段 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各位观众朋友 上咪咕视频 看CBA扫码即可购买CBA2.0 咪咕球迷专属礼包 只需249元 即可购买咪咕视频通看券年包 新赛季的球迷板球意见 以及限量的CBA球队主题口罩 一份价格 尽享三份权益 限量以万份立刻扫码预购 手机端也可以在直播页面下方的热卖页当中 选择购买 好了 我们刚才对于一些数据面的分析 也分析了非常多了 其实两支球队在最近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交锋的情况 或者说两队所打出来的一种整体的面貌 其实不只说我们看上一场比赛 其实看这个整体 今年上海打到现在这个氛围 我们说赛季初 其实上海是非常让人期待的 因为今年在整个的影员方面 你不可不去给他们这种期待 但是打到现在 什么时候才能给大家这种期待带来回报 我觉得现在上海队的问题 我们不说其他的问题 外员的选择方面的问题 现在的两个小外员 我个人觉得他们在场上能做的事情 基本是80%是一样 重叠的 非常的重叠 所以说他达到不了 1加1等于2的 或者大于2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现在可能1加1等于1.5 在双外员那一节 一旦其中一人投顺的话 可以去追一些比分 或者是扩大比分 但是一旦对方的防守强度比较大的话 两个人都是需要持球的 另外一个外员可以说已经是被有一些 因为场上只有你一个来击 对对对 只能有一个 你两个人都打不了无球的情况下 这就有点尴尬 好了 那现在我们也是跟随镜头 一起来到初季 各位观众已经正在继续收看 我们看到的是民众视频 为各位带来的2020-21赛季 CBA连赛 常规赛第二个阶段 今天我们中午当的比赛 也是为各位带来上海对阵广东的一场 也是十足吸引大家眼球的比赛 刚才比赛一上来 就聚焦到了胡明轩 马尚布鲁克斯 以及是弗雷戴特 这是今天 大家首先要看的几个能不能开火的球员 如果两边的进攻都打顺 这将会是一场 非常非常好看的进攻大战 因为我们知道对于上海来说 当他们打顺之后 整个的进攻感觉也是非常好 从目前的活动情况来看 邓萌应该今天也是不会出场 还是坐在场下 邓萌也是有一些伤势 对于上海队来说 我们前面也说了 打出来的内容是不错的 但是结果什么时候才可以拿到 上场比赛呢 是在领先了26分的情况下 最终被 浙江给绝杀了 是兰兹伯格最后投出了一个绝杀球 而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防已经是把他防下来 对 然后就没有给强度了 好像所有人都以为这个比赛 已经拿下了 好了 那今天呢 坐镇理论上的课场呢 这是广东 所以他们穿的是深色的球衣 今天还是一样 我们在这个出场名单里面 看到了威姆斯 但威姆斯到底什么时候胜 打过久 马上 对 威姆斯如果打的话 做一下也就来说 弗雷戴特这一点 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是 因为威姆斯防弗雷戴特防得非常好 杜丰之岛 最近 杜丰之岛的热度就一直没下来过 现在有一个叫 打游戏区 超级大变脸杜丰 就是他可以玩这个 穿剧的这个变脸 非常的快 然后还有这个 打游戏区 因为其实为什么会有打游戏区这个梗呢 最近大家应该也都 关注CBA的都了解了 全部注册的300多个球员当中 大家选兴趣爱好 有多达180名球员 选择的是打游戏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包括其实我在打球的时候 也很喜欢打游戏 因为作为职业球员来说 业余生活 原来就比较的枯燥 好了 那先进入到声过棋 奏唱国歌的仪式环节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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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说打游戏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放松进入好像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啊能够把球场上的一些东西和疲劳去做一些调剂吧我觉得 杜峰知道希望你回去之后你是打开录像带 好 再把我刚刚说的东西再好好看一遍 比赛开始还有三分钟 下面介绍担任本场比赛的裁判员主裁判杨洪峰 今天是杨洪峰老师担任主裁判 而杜萱老师呢是第一副裁 在本赛季之前两队是有过一次交手的 没有太多的疑问 郭东拿到了胜利 从实力上来看的话 郭东队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优势 但是张兆旭的第二阶段服输之后啊 其实加强了整个上野队的护框能力 是 那可能在张兆旭在场下的那段时间 维姆斯马马上这些通货能力非常强的球员 攻框的时候会受到一些阻碍 是 包括我们说中赞嘛 你就算说他这个对抗啊 再怎么比较的瘦弱 但他的身高和臂展还是放在那儿 他如果和Max一起在的话 就这个拼天盖日 你还是可以感受到压力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Max在场上 可能他的护框能力是比较出色 但是现在整个广东队打的是一个小个子 对 快速 每个人都有投射能力 那一旦你说你在防守的回合中 对上杜刃光的话 你出不来 那下一队只能有一个联防 那外线对方一旦投开之后 那联防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说破联防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外围的篮子里全投进 那这个对于联防来说就是毁业性的打击 好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两队的首发吧 根据前方首发名单已经来了 弗雷戴特 刘征 菊明星 包括宗赞和张昭旭 而广东队这边呢 是威姆斯首发了 赵瑞周鹏 以及是曾凡日和多日望 这个 就是我们刚说到的这个了 就是全外线组合了 对 那除了曾凡日的位置 会比较靠篮向一点之外 其余四个人都有非常强的中远距离投篮 是 当然我们说上海队人员也是一样 除了Math 全部都能投中远距离 阶段是先上海就上了一个 平均身高相当高的一个阵容 对 反正这边找一个 这辈子这场比赛应该是健康方面没有太多的问题了 直接打在了首发方面 大家看看 休息了两场的威姆斯 状态到底如何 威姆斯在 包括雷戴特 还没有去到欧洲之前 在上海的那个赛季 其实 威姆斯对于弗雷戴特的防守 做得相当的出色 黑瑞这和不同的人手势还不一样 可以 司帅 那今天对于弗雷戴特吧 有怎样的布置 最近弗雷戴特也已经是开启了他 这个 剑神杀神的这种模式了 但是 要赢就这么难吧 的确 第二阶段开始 你包括可能 可兰白克 可兰白克的受伤 包括 董汉林还没有能够付出 这对于 以内以外的轮转上来说 是很大的一些影响 因为 像如果 麦克斯一旦出现 犯规上 或者是战术上的一些问题之后 董汉林能够马上的 弥补到内线的很多的 这个点 而且董汉林的内线的 攻击能力 要相比于麦克斯来说 更好一些 好了 比赛开始了 今天的上海身穿白色的球衣 广东身穿的是深色的球衣 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各位观众 CBA全新黑科技5G云观众 加云包香 在米国视频 F2加上线 祝全国球迷唱响观赛乐趣 通过云观众功能 与比赛现场连线 抢占现场大屏席位 与全国各地球迷相聚现场 为您的主队加油助威 用户也可以创建5G云包香 与好友观赛砍球 两不误 你看看广东是由赵瑞 丁防弗雷戴特 身高体重各方面都差不多 G明星扛的这一下 吹了进攻反归 赵瑞也是比较了解G明星 扑没有扑得非常大 还是主要防他的突破 最后张开有一下动作 G明星这段时间的表现 其实还不错 果然上海队是防了一个二三连防 魏姆斯 有了 好 好 好 这是开场啊 上海队的几波进攻啊 全部以自己的失误告终 两次失误 一次一次是 进攻没有能够打中 对 今天开场之后赵瑞好像打得到目前为止有一些松啊不是非常的紧我们看到这球有一些太过于放松了 这边镜头还没有回来已经打中了两分 这边镜头还没有回来已经打中了两分 这个慢方让我们人看到啊 上线双野户挡完之后再给出来 来 刘生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周鹏这下也打得有点有点简单了啊 一打三 对 我现在周队这个资格在广东队这边 那如果说刚才周队打得有点简单的话 宗战这个就有点勉强了 一脚机会 也没有 外围 拿到再来湖顶周鹏 这是他的点 来了 周鹏在湖顶的位置的三分命中率相当高 对 来 排场一波7比0 对 去去到 这边 对 是 的 对 最后一节开始出现问题 当然今天面对的对手也是比较强 忽然的一个球场紧逼 失误了 不用失一次失误 7比0 看这下怎么样 威慕斯中距离 篮板球保护住 路征 先交给弗雷戴特 第一脚 中赞 点开 敞两分 现在篮板局面心自己抢 再打下来 又被冒了 广东哥这防守这基本不失 这篮板球也有点太说不过去了 9比0的一个开局 这一下整个的掩护提的很高 刘征的三分球没出手 给弗雷戴特也没给好 那现在防弗雷戴特你有掩护 我就坚决的包夹 对 就算你看没有掩护 我也选择包夹 好球这是中赞的点 这种球对于中赞来说是十打九稳的 在阵队篮筐三秒区附近的这种中途 三秒区附近的这种中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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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大传球第一时间差一点被上海断掉 上球给中间 11比2 这广东铭在这种游手转弓的时候 在快弓的一些细节的处理上 做的真的非常好 就粗中有细 细中有粗 然后快速有慢 就最后我们说这是有一个变速的 节奏的变化 手地手再给 吉姆尔 中赞 拉出来三分 上球了 转换了 好的 这下麦克斯回来 回方速度还是比较的快 上海这下没打转换 第一时间是有一个三打二的 三万 三万 对我们说就是节奏 你节奏是不是出了问题 上海队今天在邓萌不能够打的情况下 弗雷戴特如果在状态上有什么问题的话 不能直接做调整 换回了一个人军人 而且打批三高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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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兜出来 强侧两个人想接球 周鹏自己投了 又进 这边局明星又是对死了打 还是不重 这种球对于广东来说就完全不怕 再打反击 中距离这是威姆斯的点 但第一下出手有点软了 再打板 威姆斯的这个比赛状态 但是另一方面我还是说到 就我们开赛前的时候讲到 宗战和Max 两个人手伸起来 这就是一种威胁 对 你要保证可能 其中一人在 广东队打反击的时候 对方的速度 是 季某又是一次进攻犯规 今天上一队开场之后失误是比较多的 在掩护第一时间到了 第一脚的机会出来 赵锐 今天赵锐就是给大家的感觉 松松的 中午打球吧 可能还是 打车 季明星 不是非常的兴奋 对 他的这个状态 其实你从他的肢体上的眼 就能够体现出来 他是不是认真 威姆斯下去了 五上五下 这是今年的年轻小伙 张浩 在内线的强攻能力和脚步还不错 这一套阵容上来之后至少在防守端 广东队的能力会有所下降 对 但是进攻端有所提高 特别是在防外线的这个环节上 季明星打三分成功 张浩这刚上来 脚就崴了 自己好像憋了一下 马上 马上这段时间的状态是非常的劲爆 你不能够防他防得那么的松了 而且马上是横移两步 然后并步三分出手 这个节奏给他太松弛了 对 还留真犹豫了一下 三分球还是有 上线热 大板球拿住 冲赞 但今天 机会其实也出来了 对 这里防马上不能用的防 进攻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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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之后手的这个位置正好是徐杰的头部 吉莫两次进攻犯规了 就这一下正好这个肩膀扛过去的这一下是徐杰的头部 对 有一个主动往徐杰身上去要的这样的一个起跳的方向 是 吉莫下场休息了两半四次失误零分 这是我们说的 上海只剩单外援了还打成这样 这段时间对于国内球员的 要求就比较高了 要求就会比较高一些了 张浩上来想做单挡 位置低下没要到 这位置低下没要到 然后再去绕 就很容易被吹进攻犯规了 这夹缝里生存啊做这样的动作很危险啊 好笑 这个Max 一时间没有选择自己进攻 有失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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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打一 哎 这球有没有干扰球啊 有没有干扰球啊 应该是碰板了 应该是碰板了 感觉是先碰完板局明星在冒的 有没有回放 我们的第一感觉是 碰板了 比较明显的碰板了呀 非常明显的一个碰板 这还要从什么什么角度看个回放不就明白了吗 应该没有算 给了前场球吧 算了 两分算了 这不算有点太过了 对 比较明显啊 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先碰到板啊 刘真 刘真 刘真再来一个三分 好 吹了人运飞抢篮板犯规 这边换上欧俊炫 欧俊炫 这些赛季的话相比其他的比较靠前的这些选秀来说他的表现比较一般对 好球 许宇辰 许宇辰分出来 军闭星三分 机会是出来了 许杰 张浩强攻 还是对抗的问题 许宇辰 转换 也没打成 张浩兰慢球 机会出来了 还是进攻的问题 一旦弗雷达他这一个强点下去之后 整个广东队的防守 会变得游刃有余 好球 许宇辰 许宇辰的打球的进攻 节奏的掌握 非常的不错 好球 许宇辰 这下马上的位置比较尴尬 走步 还是走步了 三步卖完把球传出来 上一队场面换人 许宇辰 自己加速 抗华超神 打成 欧俊逊 到了第二阶段 欧俊逊不怯场 第一阶段上场的时候 明显的感觉 他进攻和防守都非常的僵硬 就到了第二阶段 我们说欧俊逊也好 包括张宁也好 但大家都慢慢适应好了 换人见息 在今天咪咕视频的聊天室里 也是有球迷一直在问 说可兰的 可兰已经确认了这个鼓裂 所以要休息挺长一段时间了 张浩家也下去休息了 张浩家刚才那一次传球有一些太过于执着了 就是看着马上这边 防守其实已经完全站在你左边了 对 张浩其实就是你右边你稍微转一个头 张浩那边你可以给他球 然后做一个切入 无球的这种切入 马上 施宇晨这下其实也差不多失位了 为什么真的不主意 不可能是强迫 主意 他还是在打无球的 对他打无球投射 这太难了 小罗 马上 靠一下 二加一 二加一 这种球施宇晨 其实 你就没必要了 你就没必要去下那一手 你要不就拉得狠一点 就把他手给绑住 四帅今天是有点难 这 这球两分肯定是100%算 马上已经起球的情况下 今天不是杜老师是第一副彩吗 但是在最近的几个判法里 还是全部由他向技术台表示 甚至最后的决定权也在他手上 是我们技术台给出来的信息 刚才不过就是杜老师吹的 所以是他去报告的 包括刚才的干扰球 杜老师也是在那里研究了半天 追身三分 再打进 马上的三尊手感 没有前两场比赛来得那么的好 对 开场已经拉了14分的分差了 徐杰又断了 给出来 时间犯规 直接上发一下 对我们前面说了 你不能给严鹏这样去控球的 这不是严鹏的特点 严鹏还是要多打无球 甚至是 大家给严鹏做做无球的掩护 然后小罗突分 大菲地方命中 应中率有57% 两罚全中 在第二阶段开始之后 他的罚球命中率又比较大的一个提高 对 这个位置停球 怎么会在这儿停球 是宇晨太危险了 我继续 这个交球 还是险些要失误 时间要到了 还是失误了 其实现在打得有点 上海队的进攻打得有点混得混失 就大家好像都不敢去做这个事情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广东队的防守的到位 针对性 断下来 先给罗安琛 今天广东队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在犯规的控制上 你看他这么高强度的防守的情况下 他第一阶犯规只有三四 哇 一个大爆 上球 拿好 篮板球再拿回来徐杰 马上再是同位置出手 有了 这是投到近为止 马上都不用动的 短辰 再调整 施宜辰 你看广东队防守不失位 张浩先踩出去了 可惜 忽然绕前 张浩的这个长胳膊 不失位 而且欧俊宣的这个要位也有问题 对 人没靠住啊 对 你在同样的位置上这球靠过来 你让对方这么轻松的就 呃 到你身前把这球给倒下来 最后一攻的机会在 上海队的手中啊 现在双方分差还是比较大的 19分的一个分差 上海队上积末打最后一攻 上海队上cek 上海队上 赵瑞不给空间 夹击 局比欣 好球 达成 十四分 直向 想扔一个 但第一节战霸 三十一比十四 中二分差十七分 好 点一 叫 别 来 来 来 进攻给到了马上 今天的总体感觉 进攻感觉 没有前期场比赛 来得那么的高效 但是上了之后 还是发挥得 非常的不错 球力方面就今天 让马上打得太舒服了 途径两个三分 一个二加一 看看马上在这出手的机会 这都是转换 空挡 转换 空挡 八重三 三分球五重二 一个助攻 九分 要知道他投丢的这些球里 还有许许多多的空挡 他今天的出手 基本都是空位 对 这上海给的空间 实在是太大 他除了突到内线 这一个二四进攻那一个 可能身边是有防守的队员在 其他的外线的三分助手 其实全部都是空位 是 有球迷在问 在我们的聊天室问 上海今天为什么变单外援了 因为邓萌受伤了 上海比赛就没有打 这下赵锐 这下赵锐是有点上太胸了 这下赵锐是有点上太胸了 寂寞的得分能力还是没有问题 寂寞的得分能力还是没有问题 这个阵容就是不断地找这个第三高度 外线给到三分还有 杜仁望 杜仁望 杜仁望这个点现在没人去扑 因为现在的第三 第二第三高度广部队实在太高了 那你在内线进行单打的时候 上海队的内线球员必定要 必定要做一些补方 转换了 魏姆斯 先给出 重新落回阵地打 中间没有空切 再给湖顶 杜仁望 五号 这 三不沾 合作什么情况 一看分差上二十了有点 有点放松了 这个是季末的机会 好球 给到机会就能够投胆 还是飘移的三分 二日 不够硬了 不够硬 应该要受到批评了 我们一会儿看一看 罗汉成三分 中模推人吧 那个小菊 小菊 那个他是犯罪的 但是你的动作就得太夸张了 下次不能再出演这个 啊 哈哈哈哈 听到了啊 听到了 我们听到今天裁判这下小警告 啊 说的是局明星 说这个动作太夸张了 这就是后面再这样要被吹甲摔的 哎呀 篮板球 哇 不得了了 刚刚成编的杜丰之刀 还真看 一公一房 啊 我们的第二节犯规次数上的比较的快 有球迷在这个时候正好一直在问小胡呢 不止一个人在问小胡呢 这个镜头大家应该看得到小胡披了一个红色的浴巾 那不坐在那吗 并没有像有一些球迷说的 在酒店上王者101星 开玩笑呢 坐着呢 只是暂时还没让他上而已 因为今天轮换的阵容包括威姆斯也回来了 人还是比较多的 每次转头肚爪都是一张脸 都是不一样的脸 这也是一些在执教方面的一些技巧 什么时候应该给裁判施压 什么时候给队员一些压力 这都是一门学问 机会出来了 宗战 篮板球 欧俊轩上罚球线 这就是我们说从赛季初到现在 广东现在有点被打了 就是打蛇打七寸 他们的七寸就在这 内线的强攻 现在整体的护框能力不足 还是真凡日的一些问题 连续的出错 好 好 我俊逊罚球也没有 这是等于是白胜罚球线了 而是掩护没挡到 今天状态差 二日推人了 对这凡日的状态比较的一般 进攻防守两端都是出现了比较大的那种失误犯规 我们看到两分钟刚过广东犯规马 进来了 高难度的突破分球 居民心拿球的第一时间也是对上了 再给积末 赵锐 抢 失误了 二日出球慢了 日出球 你 我知道 你 扯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温姆斯 连续借掩护 突进来 漂亮漂亮漂亮 防得漂亮 但可惜欧俊逊最后脚踩出去了 下手非常的准 这下抢得漂亮 再借掩护 温姆斯 中距离 这个是他的一个杀器 他的高效得分爆发 更多就来自于这个 又失误 四打三的快攻 下队的回防速度还是相当的快 是 第一时间已经全部回来了 手上线 现在是一个人丁人 也是十五 突破分球 赵锐今天也不对劲啊 这就是我们说今天杜仁旺有空档投三不沾 赵锐的状态也不对劲 在如此情况下 广东还赢了十八分 嗯 包括阿日啊 下去感觉一顿马耳逃不掉了 下去感觉一顿马耳逃不掉了 好 阿进 十六分的差距 十六分的差距 呃刘仁这下有点 演的有点过 那也不是演的过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 这个阵容对于广东来说 他的第三 第二第三高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 一旦形成队位 而且他的 周鹏和威姆斯这两个人的第一位单打能力都非常的强 是啊 那主要刘仁第一下呢 是想 卸一下力 其实有一些 再看啊 第一下才是想 想表示的是 他这下可能手上有动 是个进攻犯规 是进攻犯规 就财判没吹 那周队 周队毕竟老江湖了 这球回方来看周鹏没有什么太大的过激的动作 周队老江湖了 财判没吹 那你又推那么远 我可投了啊 上海队现在利用好广东队这个泛满的这样的一个契机 对 还有大半截了 对 上海队这边一次反规都没有了 在自己的攻防转换的过程中 对方一旦推快攻的话 可以进行一些合理的反规 这通过分球一个的难度都好高啊 二十二维力 二十二维力 这欧军选打得很积极 其实这个就是他的特点 比较积极 好的这下硬气了 好硬了 哈哈 快中打 有着非常好的投篮机会好多 来啦 那刘真在三分线外呢 投篮感觉还是非常不错 对 上海也有三个三分了 脱 赵瑞还上 第二阶的官方暂停 再进入到第二阶的官方暂停 我们看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 赛队落后已经是达到了一个二十分 这样的话 追要追的话是要比较难一些 要自己在 保持非常好的防守的 强度的情况下 要利用起广东队泛满这样的一个契机 我们要将这一步 可以掌握一下 他们可以帮助 先开封手 我们要处理一下 我们要处理一下 7秒钟 他们要处理一下 7秒钟 他要处理一下 5秒钟 基本上是给到了广东队第二阶的一些得分的画面 广东队还是保持着这样的得分的一个命中率 半截不到的时间14分 他的这些得分 效率很稳 非常的稳定 多棚8分 4中3 三个助攻 四个篮板 我们这边严格要求半截半截 还有54秒的时间这套阵容 这样的情况下 你球员也不要给我埋怨 你没有上场率 大家都非常公平 只要有上场 一半一半 哎呦 哎 拿到了 欧俊选 再给出 啊 投的有些着急 出雷达车事宜 手有碰到啊 有盖冒吗 要回看吗 然后也不回看 然后也不回看 就是财判确定一下 你要不要申请回看 漂亮 高地位往下扣 完全没人了 再往外传 重新都到上线拿球 赵瑞今天体能都在跟弗雷达特的缠斗上了 厉害 跟底角杜仁王投的很顺 他的两个底角其实是最准的两个点 他在华一个 晚了 上海的退防退得挺快的 底角这下没传好 就没法受助攻了 掉进来 正常的球没拿住 最后应该是砸在他的脚上 应该砸在了 砸在了 何仲达的脚上 砸在了何仲达的脚上 这一波阵容的时间到了 下场说一下 好棒啊 何仲达 这是在面前等着呢 何仲达 上罚球线 两次罚球 下场 这个人 掌伐 这地方 概述 上心 然后 短 一发短 有球迷在关心我们说我们感冒了 对 是确实是感冒了 在昨天发微博的时候就说了 大家见谅 是一种感冒的声音 你是感冒的 我是鼻炎 对对对 我是鼻炎 我是感冒 谢谢这个球迷的关心 也希望大家见谅 今天我们的这个声音 拒绝 再分大飞 打得非常的耐心 还要往里走 这下其实给到张浩的机会不错 自己再抢 时间到了 直接给了一个围体 这球没有冲着球去直接拉人 有一些冲动 再看一下 这下张浩是全拼自己一己之力 拼下来 拼下来 但何仲达这下是直接 手已经搭在他的身上拿不下来了 好 两发一中 两发一中完还有球权 这本来的防盗差不多已经独秒阶段了 对 现在又回了14秒重打 徐杰45度三分球 好 追身三分 修杰应该是要等一下了 马上 又是空挡 对 马上又一个三分 刚才三分五对三 现在直接变成八对三了 军比兴三分 篮板球 上海队这段时间随着可能分差越来越大之后 自己球员的心态其实有了一些变化 是 就像刚才这种 不是机会的机会 包括那一次 刘征的三分选择 都不是非常的正确 中占地防兵中 中占地防兵中 两发群中 上海队把比分追到 还差24分 上岩鹏 大飞的掩护犯规 边走边倒 中间 中间 岩鹏 雄灶 宗泽 被冒掉 我居着 再突一步 这边刘征已经倒了 大飞三番 篮板球徐杰直接截掉 二加一 徐杰今天这个篮板球不得了 徐杰就是他的篮板 就是通过自己的这种积极性 和判断 对 开玩笑叫他徐中锋 就是这个 这阎鹏高他这种犯规就没有必要 所以你轻轻地去碰人家一下 对 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 报家 继续上强度 这个位置就投了 大 四打二 二加一 又是任俊飞 这下吹的是韩军飞的罚球不算 因为徐杰提前进线 这对于司帅来说 有点挺难调整 就是你如果 邓蒙在 那今天在弗雷戴特 开场打得那么不顺的时候 你能够有一些调整 包括你在 不管是第二阶还是第三阶 上万元上场之后 可能还能往回追一些 所以我们就事论事 倒不是说彩一捧一 就今天上海队所打出来的这个内容 就目前这一节多的时间 没太多内容 这也是在广东队这种 压迫的防守之下 这实在没办法了 我觉得 就广东队的防守是在你防守篮板 刚拿下来的第一刻 这压迫就来了 就你没有一刻是觉得你可以 轻松地摸两下皮球的 徐杰 五个助攻三个篮板两个抢断 拿了两分 看 拿球的第一时间就已经看着别人 又抢下来了 好在何仲达是把这球盖了下来 不然这暂停白教吧 碰到手了 碰到张浩在手了 这个发球险接鱼要丢啊 自己强来了 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 这下何仲达真的是编长莫及了 够不到 这下何仲达真的是编长莫及了 够不到 这马上的这种进攻的多样性 是 终于成再给回 我个人觉得马上的这种进攻能力 现在在CBA的外援里真的是排前三 是 因为有很多队的外援他就是靠那一个人打你 包括像琼斯 包括像弗兰克林 他们之所以场均高 是因为整场比赛基本就歇个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基本上第一队还不重 两发中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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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好 超新 years 透亮二飞 这个跟的就无缝前接 我和江 Cole 这个续不上金梦就显得有点没法打了 都已经这么大空间了 有一个 我一直在说马上的这打球你看他真的是不不急不慢真的不着急 他过了之后这球其实完全可以投但是他不想投再让你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 今天广东队对于弗雷戴特的防守的针对性 绝不让你打舒服和中达 就只要你借掩护我就夹 是 因为也是比较了解弗雷戴特他的这个出球能力并不是非常的出色 马上再要一个 这下是被封到了脸上篮板球重新打 再给马上又空了 徐杰已经尽力了 颜鹏 远鹏 这个远鹏得到的机会也并不是那么大多 马上扣一个 这个比赛已经是彻彻底底的给挂花出去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全部都是广东完完全全的压过上海 然后自己的进攻就会打得非常的顺利 所以其实我们讲到回顾到上半场的一个整体的表现 其实比较简短的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 两队的一个情况 那就是实力的差距包括今天的针对型 都让上海队在上半场的24分钟里 没有太多一个能去表现的东西 那当然了现在分差也是差得比较大了 不是到了下半场 杜丰知道对于现在球队的这条阵容 要怎么样去使用了 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年轻球员在下半场 获得一些出场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是半场的时候稍稍休息 也没看一看吧 到了下半场 两人球队还会做出怎样的一个调整和变化吧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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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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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A常规赛第16轮 五家球 第五位 高师岩 浩瀚的宇宙 人类探索的领域如沧海一宿 而高师岩这个家伙 是如何一米八五的身高 动不动就近五家球 还是因为盖冒 欢迎收看《走进科学之》 你们谁知道 第四位 神子节 常用的硬度检测标准 有步视 落视和为视 但在CBA赛场 神子节式的硬度检测法 是最为科学和有效的 在这次硬度检测当中 被检测人 阿日的硬度指数 在神子节的扣篮前后 出现起伏 第三位 维尔斯 当你有足够的速度 时间便会接近凝固 在不到五秒的时间里 维尔斯抢到篮板 运了五次球 换了八大步 冲到三分线前 扔进压少三分 如有神助 时间对所有人 都是公平的这句话 要加一句批注 该公式不是用于 球场跑酷 第二位 张振林 是的 没错 那个男孩又拆框了 这次点召她的是赵继伟 强断之后 基地主攻张振林 升起魔不云 只要张振林在场 辽宁队每个人 都能变成春节里 调皮的孩子 用各种奇思妙想 点炮仗 而且炸的篮框 不用叫夹炸 第一位 兰兹伯格 没有什么是比落后二十四分 末节独砍十九分 带队逆袭更带劲的事情了 如果有 那就是亲自完成 压少出手 看所有人屏息一事 见证最后一投 兰兹伯格执行的最后一攻 在险些攻亏一亏后 皮球神奇落回他手 那就副角度超高弧线 亲自操刀 手刃对手 不知本场 怒砍五十一分的 寂寞大神 看到命运携手的 剧情安排后 是什么感受 但浙江队的替补席 在进球的那一刻 已经想好了 晚上宵夜的节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带来的2020-21赛季CBA常规赛第二阶段 上海对阵广东的下半场 在上个场的分差 已经来到了35分 今天不能说是上海队自己挖坑 而是说在广东的整个的防守支配 和转换进攻下显得跟不上节奏 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 广东有着非常高的得分的这种效率 也是使得上海队的球员会有一些 心态上的这种变化 对 好了那下半场比赛重新开始 本场比赛呢 将继续由徐勇和熊兵杰 为各位带来解说评述 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各位观众 CBA全新黑科技 武器云观众加云包厢 在咪过视频APP读加上线 祝全国的球迷唱响观赛乐趣 通过云观众功能 与比赛现场连线 抢占现场大屏席位 与全国各地的球迷相聚现场 为您的主队加油助威 用户也可以创建武器群包厢 与好友观赛砍球两步 就不好意思打断你 我真没想到这开场又一个失误 防守的强度 广东这边没有因为中场休息就减低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打断你 我理解你 实在忍不住了 我惊到了 听到了 又一个快攻 4比0的一个开局 就还能怎么样这个比赛 军明欣 我们队还是保持着你只要一有掩护 或者是身边弗雷戴克拿球的时候 有防守球员马上进行夹击 又是一个帽 这刘征只能说送了 开场6比0直接打听上队 四帅猜叫暂停 加油 一分钟6比0 就我们说上半场35分这个差距已经是很大了 没想到下半场一上来更夸张了 41分了 十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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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方主根本都做不大的 非常紧张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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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我们不转过,我们只是给他们的球 而且我们也不是说什么无谓的失误,我们就直接给人家了 因为他们的 pressuring,你不能站在脚踪 放在脚踪,放在脚踪,当你下跌 然后,那个解压,解压到什么吧 暂停,直接到达了 暂停,直接到达了 温哥斯十二分 十二中六,两个篮板,还有两个助攻 进方只是一脸不高兴,一脸不好看 打的有一些茫然,这场比赛 右甲 军明星 好球 这种,在对方的这种赌博式的防守 情况下,你必须在这种反击中有所得分,有所斩获 对象是上海队的反击 好球 连续打成两个 现在分差差不多正好是,就两倍 三人八个75 比脚 周鹏 好,那这下 两倍还要多 好球 吉姆尔三分 吉姆尔的确这一次回来之后,他的超远三分没有以前那么的把握到了 二日刚才这下 又是被Max干扰了 上线掩护 犯规 赵瑞 好球 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就是,他去到欧洲之后 可能整整一年没有这种,头超远距离三分的机会 而且欧洲比赛的三分线,应该是要比CBA的更近一些 是 尝两分 也没有 篮板球 赵瑞直接推 哇,这这 一球 为我们四空中这个动作做了一下 反而是失误了 迪莫 空挡三分 空挡三分也没把握住吗 有球迷在说上董汉林 小董已经伤了一段时间了 有多久没看上海队的球了 就是董汉林如果在的话 第一他内线的防守能力在 第二他的移动能力 对 但问题是 就这两个赛季董汉林的这个受伤实在是太多了 缺阵时间过于长 补顶 补顶 综战 流程 小片一个状态 24秒 可能上一场比赛 其实我觉得对于整个上海队来说是一个比较 大的一个打击吧 就是 我面对联盟中的强队 我整场比赛一直处于一个领先 最多高达20分的情况下最后还被对方翻盘了 可能从气势上会有一些影响 比今年被最多次以领先翻盘输掉的球队 一个是上海 一个是福建 一个是福建 身后冒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出处 来来 出处 来出处 这是我的 走人 一个有一个 一个有一个 没有没有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报报报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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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对 我们的 有一个 准备 有一个 出了机会就是稳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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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打越稳 越稳健 这人忘了 当时被大家所熟知 应该是在前两三个赛系 当时广东遭遇了大面积伤病 那个时候他站出来了 一边先吃遍天 就是投篮这个 居民心三分球 居民心这球居然没有给弗雷戴特 这个 就随着大比分之后 可能球员也 越打越松 越打越松了 max投三分 这个可能是休赛期 养伤的时候新开发出来的一个技能 四成分差距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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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姆斯还是要他比较稳的 伐球线距离的中距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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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拆 另外一侧 三分球 流车到了下半场三分也没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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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打一 三打一 冒下来 周队 赵锐头三分吧 又一个 四十一比八十六 这就是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下已经慢慢的这种选择上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三打一的快攻我们说在这种比赛的情况下三打一的快攻至少是要造成放归的 这犯规已经算是失败了大半了 这犯规已经算是失败了大半了 结果变成了三打一的快攻吃了反击 教练说了 你二打一应该多传承球啊 就现在四赛已经不生气了 因为已经没有用了 二打一也没有机会打进 Let's go guys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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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慢点 macho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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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方位转移完全的空 好球 上清球两分还差了四十多分 还差四十三分 就我觉得现在对于少海队来说 自己要打出自己的一些东西 你不能够任由这比赛这么打下去 这么打下去 你会把整个球员的这个信心给打霉的 东勒旺 又一个 太轻松了 这个空档太大了 分差又回到四十六分了 金毛尔上防球线 这也是依靠个人能力啊 打得非常的艰难 预发错 这就是一个六上六下 我们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阵容的一个调节剂 也没有因为分插打下来人 还是就这么打 按照自己的比赛计划 徐杰底脚 先吹了 这不是彩线了 在底线附近就不用这样试探了 进场接球 漂亮这个完成球的能力 马上真的是太优秀了 这就是他就从小就不是一个不靠 身体素质去打球的这种球员 现在像他的这种身体素质在美国真的是 比起属于是差的 是 后撤 打到这个份上马上的手感反而非常非常的柔和 是 是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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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张浩终战下来正好对上张浩的失位 张浩挡完自己往下顺 给另外一侧 张浩加了三分球也来了 这打得顺的时候怎么打怎么有 每一个小伙子都能把自己的能力拿出来 看到今天 要这么打下去广东队 这场比赛又是一个高分 先犯规 这我们看到其实第二阶包括第三阶 就是你上海队你没有犯规 这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 就说明你的防守完全对不上对方 就连犯规的机会都没有 太难了 太难了 LinkedIn 广东 你够啊 我到你去哪 那一定不快 这边的收拾 我到你去哪 我到你去哪 你去哪 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罗汉琛和颜鹏上来的时候 这种眼神也好 这种气势也好 就好像已经有一点迷茫 在这边广东也换了 二分上来了 给杜仁望 轻松 让他说广东的这个第二高度第三高度 周鹏也好 二分也好 大家彼此之间这个实在是太好用 磨叽 孙宇晨这想拉开吗 但问题是 孙宇晨这边拉开 对上对望 孙宇晨本身就不是一个速度很快的 他的整个移动速度其实和杜仁望差不多 对然后杜仁望呢比你更高 孙宇晨打同样一号位的位置就是靠自己的地板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可以去练一些低位的这种单打这种能力 对 所以他的这种类型有一些像当时MBA的米乐 总货文货 蛮个练迷了吧 对 因为身体素质不是非常好 但是节奏感还是不错 有着身高的优势 给出来 再给啊 喝中的 53比100啊 这个分差就很好算了 会不会再投进一个三分九啊 拿到两分 49分 太轻松了 啊 这是惨案 就你爆出来的分数是100多比50多 当然这一节上海队得分已经是相比前两年来说好一些了 但是回头看广东队现在还有2分41秒已经得了33分了 就完全没有想要停下来的意思 就另一方面我们说今天毕竟理论上的主场是上海 本来应该今天在初季是有这个就是有放这个声音 MC会放着防守啊 啊 进攻三分 今天就啥也没了 我进去 重赞下去休息了 杜仁王也下了 徐杰 张浩佳 王兴凯 王兴凯这个时候上来了 二飞在家 马上又回来 马上还要接着打 不如前来看广东的 上面也挺上来的意思 对 你说王兴凯 这是去年总决赛 非常表现优异的骑兵 二飞 二飞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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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聪明和打的 同样换了一圈人 广东这边上来的五个人 让你都感觉还是很强 白重达 脚步跳不进去了 有一是走步的险下 可能没有给上 人头没有机会 罗汉琛 张涛一个也不中 罗汉琛的上场时间 其实这场比赛也不是非常多 再拉回来 再拉回来马上 再拉回来马上 我觉得罗汉琛 这场比赛上场的时间 更多的还是因为 广东队的这样的一个阵容 他在第一阵容的情况下 二三号位的高度已经太高了 好球 罗汉琛 快攻打中 因为罗汉琛的特点 我们非常的了解 是 进攻能力非常的强 这种突破 有一定的不错的 三分远头的能力 但是就是他和季摩 如果同时在场上 打一个双控位 在面对广东队的第一阵容的时候 我们看到二号位三号位 是威姆斯和钟鹏 因为可能在防守中 会有一些吃亏 那包括其实这些赛季 罗汉琛的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 是 马上瞄了一会儿 篮板球二飞 吹走步吗 这周汉琛飞其实没有起跳 你可以吹他一个进攻犯规 对 的确打败了欧君仙脸上的走步 你脚没离地啊 这裁判感觉 你走了 你快疑了 陈杉在看广上的比赛的时候 对山西 张宁的那个突破 空气反规 裁判下一次认为 你这时候要下手了 这就是个犯规 结果没犯规 但是看慢动作回方 这喷都没喷到 所以在那场比赛过后 有了个新的词 就是细胞犯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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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上 那这样是48分的超级 又给马上 严鹏单防 他可以再上滑球线 可以 放进去 可以 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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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肺炎十三分 八个篮板 再罚进就是 正正好好五十分 前面这是五十分 上上下下 还真没法进 孙晨自己打的也太简单了 南半球王欣凯 先给大飞 二飞这边球丢了 回来啊 回来啊 连续连户挡拆 好球 给的漂亮 孙晨晨这球传的非常的漂亮 再看一下刚才 掩护完之后 这个挡拆顺下 就走得很教科书了 好球 鼻子 好球 现在没法进去 从目前的比分来看 胜负的悬念 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了 那就是作为上海队来说 第四阶能不能够 打出一些自己 可能在后面比赛会用得到的 就现在我们说胜负 我们去谈论胜负已经没有意义了 已经没有意义了 但问题是 你哪怕把自己一些该有的东西 表现出来 要像马上也休息了 二十七分 三分球九中四 二十一中十一 两个助攻 一边 七分六 二十五 三分六 三分四 一有三分四 张手 三分四 第二 三分四 四 三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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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四 三分四 三分四 篮板球 篮板球 曾凡日拿到 绕眼货 给 吹的是施宇晨先犯规 这个时候杜松赵又站起来了 目光投射的方向应该是曾凡日 出球的第一时间被干扰了 吹军终于表演一个 他的垂直弹跳和摸高 这是当时他能变成状元的很大的原因 但是目前为止 在CBA比赛中的确没有看到他的弹跳 在攻方两边对于他的一个太大的帮助 许晨不让拿 好 严庖 藏两分 严库 今天这投资是怎么回事 上场比赛可以说基本是怎么投怎么有 好了 这人反击又被做了一个空中作业 换一下 警察 警察 罗汉琛再推一个三分 有了 这该打出来的东西 现在其实说白了 广东的防守强度已经下拳 周鹏上发球线 我也有没有一个排队 这块的肢队是有了 一个比赛的货场 我看到这个肢队也有了 我就跟他肢队也有了 因为他妈的确实在多了 现在该肢队也有了 dentro的肢队也不仅是您的肢队 是您的肢队也有了 我可以说非常大的肢队 欧俊仙其实也是广东人 对 周福天二罚这个片段有点多 罚丢了还是会有特殊的音效的 DJ还在 快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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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给周鹏露得太空了 那一步空一步步空 没头进 还是有点松下来了 从目前为止来看弗雷戴特应该是不太会再打 又失误了 太郝 还是能够打中了 对 不要 不 换 太郑 cheers 划算了 不 绪 就看到目前为止这么大的一个领先优势 广东队没有丝毫想停手的这个意思 就是已经50分左右徘徊了 但是什么都没有改变 我们来看看本场的最佳时刻 是给到了刚才欧俊选的这一扣 这让人没想到 这一扣扣了还是挺漂亮的 其实你回想一下除了这一扣 这场比赛没有什么扣篮 这应该是这场比赛第一次扣篮 扣篮当然是最佳镜头了 对不对 今天要猜全场MVP有点难猜了 是马上吗 应该是马上 徐杰也很出色 但得分没有马上多 马上和布鲁克斯不知不觉27分 4个篮板 两个助攻 是 恶姆斯16分 50%的投篮命中率 6个助攻 6个篮板 要重打 给的不错 赢篷梯时间没做好 投篮准备 这是被 都人望劈头盖脸一个帽 对合同男的话其实还是需要去拉开一些空间去打 哇 漂亮 利用他有着不错的投篮的 这个机会的情况下去 拉开去打 这样的话机会会更好一些 因为他的身体对抗并不是非常出色 好 中三二加一 这场比较有经验卡住了身位之后 一个低手上篮 对 对 那么 空洞的寂寞 真的寂寞 哇 这个 其实我们回想一下 寂寞在上海当当 其实表现非常出色的时候 其实在第一节和最后一节也有 这样的问题 就是单外人作战的时候 比较容易被针对 其实他针对在上海队强的是第二第三节 在有一个内线的外人牵制的情况下 他的外线的机会会更多一些 而现在在单外人的情况下 包括上海队是双小的情况下 可能单人带队的这个能力还是 有一些差距 当然你面对的是广东队 包括广东队在哪山西 有超强带队能力的弗兰克林 也是一个大神 解笑丢 我觉得 你在 施力不可怕 就是你能不能从施力中去 吸取教训 找到一些问题 就是比较重要的 哇 这下可以 这下够硬 二十 又是五上五下 但是这五上的还是 那五个还是那五个 还是那五个 就今天这轮换十个人打满 那好赖就是你们十个 赢多少就是你们十个 加油 宗战 两分压上 反正这一截 其实广东队在领先的 有点多的情况下 自己的防守的强度 其实有所下降 是 上海队队的防守强度也没上去 对 高篮板 上海队队已经都不抢了 全走了 赵锐 我这回也不抢了 因为的确 这五十分的一个分差 没必要在 你说真的是 排死命的在哪儿放 这一下子不见面了 施宇晨 那上海这边怎么换人呢 上海队怎么换不知道 但是至少吉姆应该不会上了 再把 regimen 再把 表现上场之前 再把 张浩佳和张浩 都叫到这边 还要灭兽积倚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小胡要上了 就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一直把 等胡压到这个时候呢 今天综赞的得分比今晚还要多 那边19分的有两个 周鹏和多人望 这边马上也下来了 这样的话换上了 这边马上也下来了 胡明轩马上休息了 现在是后卫线胡明轩徐杰 前面呢应该是 刚刚看到了张浩 张浩、张浩佳和二飞 马上也是上去走了个场 对 就下来了 刚才那个五个人上来就吓你了 对 人好 他非常耐心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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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走 这条龙绕完了 打了两次了 是 这个战术底线 这条龙绕完了 打了两次了 是 再看一下 这两个防守一挂 挂完之后全部跟着二飞走了 注意就全部在了内线的球员的身上 反而把小哥球员放了 第一发阀中 两发两重啊 小胡 还是五十分 还是全场紧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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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换人了 现在有下中央休息了 张浩佳 现在就是张浩 有点一大太四小的意思 对 这边推力也很硬 罗汉琛 发球线战人 都出来 王兴凯 刚好加 现在打四号位 碰了一下 快逃了 走啦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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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 哇 随时走步 追回来 军明星 这下一个背身是把注意力全部吸引过来 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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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一个三分 还有罚球 欧俊卷上的太凶了 上的太大了 要是把我们重复一下 要是把他摸住一下 要是把他摸住一下 再摸住一下 停下来 哈哈 不会被你摸住一下 吴 三番三种 我们这还是保持着一个这个全场的领防 是 这位置 请求 盐鹏 还好看到远端的居民心 再给温泉一圈嫩 这一次居民心的处理也是 非常的冷静 是 出不到球 他是欧敬炫的罚球命中率 这个问题有点大了 不是非常的高 对 再给一次就 再罚 正好之前进来了 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说应该是两发一中的 对吧 这个第一个没进 第二个没进 他前面两个都没进 哈哈哈哈 是吧 你说对 居民心打势检查 完全的位置不同吗 王星凯背身 这不太多阵 最后有一下对抗 王星凯这球员 你让他投三分要比上篮准 对 走 站起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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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看一下前三罚是 都不中 都不中 其实罚了四个 感受一下 无球感受 还是没完 你作为一个矮针的一下来说 你这罚球你必须得拿 对啊 把进 那广东两个外援 没有什么表情 非常的轻轻 哇哈哈小虎 空中漫步者 这边是徐杰 对不起 那就更不容易了 哇这球徐杰是真的在空中啊 把自己稳住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这边赵瑞在跟张浩说啥呢 六范四分 下午三个早上 下午三个早上 也不可能 下午三个早上 就看了 一点就看了 这边在这边 对 这边衣服都已经换好了 尊重这边衣服都已经换好了 虽然说分调比较到 裁判还是比较的认真 这球食益转碰得有点明显 这球食益转碰的有点明显 这球食益转碰的有点明显 这球食益转碰得有点明显 我们的球权比赛时间也不多了 对 看下上海队还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去缩小一些之间的分交 这一截到目前为止绝了四分 这一截打完到现在 应该是欧俊炫 这是他CB生涯以来扣篮最多的一场比赛 这碰得很明显 五进 股敌 股敌轩跳的非常的高 我们现在身体挑战 扣篮感到尝诱了 严鹏的机会 今天一个没中 还是没有 徐杰先上球 好的 赵老佳换左手上 我还真突破造成了犯规 应该去上防御线 突然的一个加速 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 是 这小罗的前两步是很快的 一发中 张浩佳七分六犯 今天张浩和张浩佳的犯规数 其实对比他们的上场时间 都是来得比较快 两发全中 发生了一个小区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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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时间了 这球已经是对着徐杰上了 打得有点就是 那王兴凯下手了 打得非常的坚决 对 第七分六个助攻 第一罚不中 第二罚中 这罚球中间那个停顿啊 像虚晃一样 独树一只 非常具有特色的 王兴凯上来接 走步 走步 对王兴凯卖了两步才下球 九十六点五秒 还打不打 看这个样式好像是还要打 收掉了 那就应该是不打了 但球得过半场啊 不然还有伪力的 好了那全场的比分呢 就定格在了一百三十六比九十二 最终在第四节的 我们可以说垃圾时间里 上海队追回了一些的分数 但是对于比赛的整体的胜局是无关痛痒了 这样比赛 欧敬炫 至少他向我们展示出了他的身体条件 但是我们说上海队啊 在整体的 碰上困难之后的战术打法上 可能有的变招 就是一旦在基末受到了对方的重点照顾 掩护之后包夹的情况下 怎么样的去找到一个更好的出球点 更好的接球点去完成进攻 上海队反而也是在 我们先来看一下基础统计 在各项数据方面 还是跟饭场的时候我们说到的一样 全部是广东这边完全的压制 包括盖帽和失误的整体的控制 但是犯规数方面 广东特别是在第二第三节 犯规数是多了些 对 我觉得说来这个第二第三节 这个犯规数你可以用 一方面来说控制了是干好 但是在控制的这么好的情况下 这说明你的防守强度也不够大 是 本场的MVP 果然是给到了马尚布鲁克斯27分 12中7的两分球 三分球呢9中4 还有四个篮板和两个助攻打的效果 我说效率是在下半场之后 是非常高的 好了 回到眼部传终 这是一场我们说没有太多胜负悬念的比赛 或者说胜负的天平很早就出现倾斜的一场比赛 整个广东队在整个的攻防两端 进攻端还是比较的常规 而在防守端我们今天看到了 对于GIMER的一个针对性的夹击 包括对于整个上线挡拆之后呢 就是坚决的去封GIMER 不管他球会传给谁 只要把这点掐死了 我们今天发现上海腿就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点 可以去给GIMER带来帮助 甚至我们说GIMER被夹击之后 球分出去 投不进 这也很让GIMER感到伤心 对 而且最为重要的 我觉得今天上海这个失误太多了 而且你的失误都是被广东队直接转换成得分的 就你一输广东队就有快攻 快攻得分 这是比较一下子把比分拉开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而且进入比赛状态 广东队一上来之后 可能除了赵瑞的比赛状态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进入那么快 其他球员的防守进攻 全部很快地进入到了一个赛前的部署 按照赛前的部署去打 在防守端是给上海队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而GIMER的连续的两次犯规 也是让他没有打满第一截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少了一个重点的得分点之后 防守就会变得 对于广东这样强度防守的这种球队来说 就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当然了我们说到开局就是一波11比2 而这11比2之后呢 我们没有看到上海做出太多的反应 而是让这个11比2的这种节奏 只能一直延续下去 延续到了全场比赛 好了那这场比赛呢 我们差不多也就为各位分招这里 我们还是可以来看看 截至到目前为止啊 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已经结束的比赛 那深圳最终是140比134 哇一场274分的大比分比赛 击败了福建 而上海呢是92比136 输给了广东 而在今天晚间 我们也要继续为各位带来两场比赛的转播是浙江 丑州和浙江广沙的浙江德比 以及是更晚场的山西对阵北京首钢的比赛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跟各位在中午场分享到比赛 也就分享到这里了 也很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看 也感谢勇哥在演播室里的精彩点评 还要提醒我们的各位观众 在转播节目之后 还有两队的采访等待着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守候密鼓视频 我们下次转播再见 再见